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四位非常扎实的专业的导师 还有非常丰富的灵修经验的专家 他们会来给我们导读这本书 让我们来学习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给我们的大德兰的神秘灵修的秘诀好不好 我们先抓到秘诀以后来慢慢地学习 我很喜欢大德兰 错误的就是我不是大德兰的专家 就是必须声名 跟他们三位比起来 我应该是最晚认识大德兰的 我之所以这样的感激他更 比喜欢他更确切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默论的神秘 在我的修道生活中也好 或者续养生活中也好 给我开了一个大门 给我开了一个律师 所以我觉得就有很大的使命感 要把这个宝贝介绍给同胞 那这本书呢 我是始作俑者 我在西班牙之后 我看到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 并且它是用我们现在的 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 所以我们介绍的程序大概是这样 就是从彭秀给我们介绍 《圣母大德兰》是谁开始 虽然在座的各位已经有一些高手了 可能对大德兰非常熟悉 我们还是倾听彭秀 从这个书的作者 从介绍大家的栏目来 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介绍 然后呢 我是华文浩 所以我就介绍这个序论 还有导演的部分 然后美琴呢 就介绍《灵修三路》 然后秀华就介绍《灵新城堡》的导演 在结束之前我们四个人 每个人要说一句话 来做今天晚上的解释 好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了 其中一句话就是 成为耶稣勇敢的朋友 Amigo Mariente 可以再一句吗 对不对 完全的人性 但是全属于天主 我刚开始讲过 大德兰跟耶稣说 我是耶稣的德兰 然后耶稣跟他说 那我是德兰的耶稣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换过来 把大德兰的名换成你的名 我觉得他是很美的 那我觉得灵修最重要的是 去跟耶稣基督成为亲密的好朋友 不断地去发展这个深入的友谊 一直到在这个关系里面 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默契的朋友 谢谢 好 我们再说走这个密庆之路神秘之路 需要有有伴 对不对 灵性的友谊 灵性的朋友 所以大家不要 就是特别这个 就是尽量参加这一方面的读书祈祷会 或是这一方面的一些研讨 这样有伴走得更有力了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 所以不要孤独 而且勇敢的就是有问题 不要胖麻烦别人 在加尔摩洛的神秀里 有一个动词是非常非常地有力的 就是凝视 所以大家来说祈祷是什么? 祈祷就是你知道你最爱你的人 你就坐那儿 你让他看着你 你也好好看着他 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 我们可以把圣经大人来介绍给各位 其实他就是一个灵修的导师 帮我们带到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坐在爱人的前面 让他好好地看着我 就是好好地看你